杨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来介绍你这个新版的电子书 是不是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杨昌年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首席教授退休 要不要讲一下你的笔名 为什么叫独报楼祖 30岁开始写五学小说 有点自连 所以开始是伤心人别有怀抱 结果搞的不像是什么搞的 就是这个琵琶别冒也不怎么好 就变成一个独报楼祖 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 老师很早期就开始写五学小说 那你早期是看谁的作品开始模仿学习 我受那个司马林的有点影响 司马林的影响 有点影响 他是写虾琴 我觉得蛮好的 那老师是中文系的 那为什么会特别喜欢五学小说的创作 完全是为了稿费 为了赚钱 那个时候我做中学老师 那个时候待遇是400块钱一个月 吃不饱又饿不死 那我的负担跟着 因为我还有老母亲要奉养 所以这有几个办法 就是兼家教了 还是到补学班兼课了 这个都不如写稿 写稿不必跑来跑去 只要扒课字就行了 那么写稿的时候也还可以 所以就是为了盗良谋了 所以这样讲就是早期武侠小说 非常的受欢迎 所以稿费高 是不是这样子 也不见得高 因为写的大概是在50年代开始 60年代很正 剩了十年 十年之久 不过也只有十年慢慢的就消沉了 这个稿费有的高有的低 是吧 也不一定 那这十年不就刚好你创作最旺盛这十年 你的作品几乎都是这段时间做 我前后我算是一个艺术 因为他们写的比较有点道理的时候 就一直写下去了 我前后只有就是1960到1962只有三年 我只写了三年 那这三年是什么阶段 让你这个有时间大量的创作 这个三年是这样 这个三年中间写了十一步 那么这个经济营义就是最后一步 也是我比较能够满意的一步 那后来之所以不写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换了职务了 换了职务非常的忙碌 然后收入也还可以 所以就不必写了 所以有时候环境反而会压迫成长 环境的关系 让你这个大量的 环境的关系 所以你说这十一步到最后一步 你很满意 是不是你的技巧就是这样慢慢累积 到最后是最满意的 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写的第十一步了 然后当然也比较熟练了 第二个原因 因为它是女士出版社 这个比较有名气 所以有好多名家 我是诚心也想跟他们比一比的 较劲 所以就比较特别用心 这通常大概十几 四本十几 一几是三万字 大概三十万字两字 可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金剑银一 它才两本 是金剑银一 它那个小本只出了七本 大概二十几万字两字 就是像你报告的 就是换了职务 然后忙得更不得了 日业辛苦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 本来是应该写十部的 是十本的 十本就是三十万字 所以我们现在面写的十本 就是写七本 大概二十七万字那样子 所以你的这个作品 这个长短集数都有就对 有 十一部中间最长的是 一本叫做毕业公 毕业公 有差不多超过一百万字 这么大本 有有有有有 那么当然最短的 就是也有六七本 这样子 就是二十几万字 然后在这个密集的三连创作期 你是怎么样去找灵感 我没有找灵感 我完全是凭自己的想象 就是有过去阅读的影响 然后大部分后来就是加上自己的创作就对 当然 因为这个一向只做文学 教也是教文学 所以大概自己心里有个底 我们认为说文学的传播 也不会是调吃人生 提升人性 大概是这两个目的 就在人性人身上面去找题材 那老师的经历比较特别 那你有没有把自己比较早年的经验 因为那时候早年生活比较刻苦 是是是 有把写进去这个剧情里吗 有有有 无形之中是有的 因为很坎坷 我很坎坷 那么所以比较是像那个王杜鲁的小说 大陆上王杜鲁的小说 他有一种风尘飘泊的一种悲感 所以你有这种感觉 我有 悲凉感 对 因为我在青少年的时候 非常的坎坷 平秉交加 平秉交加 所以难免会有一点 所以你说1930年出生 那时候是在大陆 出生在上海 我是湖南人 是 然后后来就跟着来台湾 17岁 17岁就到台湾来 所以早年这个奔波流离 是是是 到台湾来年高 高中一年级 然后后来中学毕业了 我只有一个可能 因为穷 所以不能进台大 交不起学费 是吧 那个时候台湾只有 只有一个大学就是台大 有几个学院 我只能进这个不要钱的 那公费的学院就是失败学院 公费补助 公费 然后就变老师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些这么多年来的一些这个刻苦 无形中就在创作里面 有流露 有影响了 一定有影响了 可是老师后来虽然调整职务变比较忙 可是你应该还是无法忘怀创作的乐趣 有没有陆陆续续写一些小短篇 我转向了 我写论评 就是评论 因为教学 教学的关系 你必须要做这个论评 论跟评是不一样的 论是创造 评是在创造 我一想在这个方面 就完全摆下来了 就是在那边做论评 出了好些个书 所以论评是指哪个方向 是政治时事还是教育 还是文学 文学的评论就对 论评 所以你看到什么就自己写评论 然后投稿 是不是这样 也出书 所以它都是比较短篇的 我们来讲这个后来为什么 把这个过去的作品用电子书的出版 讲一讲这个经济营义的情节 对对对 我们很简单的来说明一下 这个经济营义是三线综合 三条线路来综合 第一个线路 它是一队年轻的 非常优秀的男女 侠客 奉命去缴关外的 一个邪恶的一个派别 叫做金环教 首先呢 这个南侠有一个本领 它能够训练老鹰 训练这个非常的业 大业 让这个老鹰的大业来替它服务 我想这是可能的 因为在五小小时里头 好些人也出乎意外的 完全是做出自己想象 朝着来无故 我觉得不可行 这个动物跟人的交通 这个可行的 比如说我们训练狗 训练猫 训练马 那么这个侠客 他是训练老鹰 来训练这个大业 他们首先抓到了 这个金环教的教主 是罗 那么吩咐一个大业 看着他 你跑不掉 因为那个业非常聪明 老鹰管住坏人 不是老鹰 是大业 业 还是不一样 然后你要逃走的话 逃不掉 因为他是用飞的 他比你快 然后再来 找这个金环教的 这个女性的这个首领 叫做伟化夫人 当这个南侠 找了伟化夫人 最要抓他的时候 发现天之国色 发现他的长相 是个美女 就愣了一下 那么他的同伴 这个女侠就觉得 你这个用情不尊 居然如此 所以这个女侠的 一把剑飞过来 割断了他的衣服 就是割袍断衣了 他吃醋啊 这是人性的 那么他等着他起来 在找他这个同伴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了 他就拿了这个 他这个女同伴的这个剑 从此就隐居 好了 那这两个主人都不见了 这个宴怎么办呢 宴只要回来 告诉另外一个宴 这不肯忠心啊 我们的主人都不见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寻乱吧 就交紧而死 两个大宴就这样死掉了 也非常如此情依 这是一个 第一条线 这是一线 好了 然后第二个线 是这个人叫做 金剑引衣 就是他用金剑和引衣 他的好朋友 是化妆专家 摇身一变 就是面目全非 所以每当衣 有危险的时候 他就变成敌人那一派 跟敌人混在一起 来解决危机 同时掩护撤退 非常的聪明 那么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 那么也不断的闯祸 不断的闯祸的原因 到了后来 这个仇家终于找了机会 但是和博用不在 两个人分开的时候 杀了这个金剑引衣 杀了金剑引衣不就完了吗 是吧 但是这个波用很妙 他不但对他这个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死了 他还要继续照顾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发现 奇怪了 我父亲明明死在棺材里头 怎么另外有个金剑引衣的 对吧 在那里跑 就是他化妆的 哦 那个易龙树 然后他把他的儿子引出来 带入江湖 经历各种的 奇奇怪怪的事情 最后 还促成他们很美好的婚姻 那么这个 这个主角叫做 龚天亭 龚天亭也知道 他是我的瘦瘦瘦瘦瘦 他对我好 相处得很好 这是第二线 然后第三线呢 是一个保镖的 叫做古文蓝 古文蓝不错 他有一队武器 是两个 这个剑 不是宝剑的剑 而是金字旁的 一个中间的剑 那么分别把这两个 两个剑 赐给他的两个儿子 古建华和古建峰 那么他自己就等于是退休了那样子 那个古建华非常地优秀 他把这个剑改成了 然后武艺非常好 这个保镖生意也很了不起 有一次 他们去解救另外一个朋友 那么也是乱世了 就救出一对姐妹 叫景非夜景一方 这个景非夜 非常崇拜这个古建华 就来主动地来诱惑古建华 希望古建华给他好 古建华瞧不起他 古建华要追的是他的妹妹 这个景一方 是这么一个措施的情形 三角链 对 三角链 好了 那后来不成了 结果这个景非夜厉害啊 好 他就因爱而生恨 由爱生恨 他就主动地嫁给古建华的爸爸 就变他妈啊 可能因为老头是有个年轻的来 以前可以娶小妾了 他好啊 他出乎者 然后主动地陷害他们 主动地害这个古建华 而且他引诱他的妹妹 古一方 也跟这个古如丰 就是古建华的弟弟 让他们结成一档 一起来害这个古建华 害男主角就对了 好了 那么到了后来 古建华实在是非常伤心 想要离开 古建华有个表妹 表妹爱古建华 这个表妹 每次古建华出票 表妹就是他的左右手 非常的好 好了 后来 有一次 快过年了 过年了要休息 不行啊 有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响赢 发响的响赢 你要说 很价值连城 押送经营珠宝就对了 那么 他觉得他不好意思 谁麻烦他都不想 因为大家过年 就一个人压着这个响赢 上路 还好他的表妹很好 表妹来帮他的忙 结果出去 大家将古建华觉得奇怪了 你古建华这么神奇 一个人压标啊 两个人压标啊 太过分了吧 那就来围攻他们 打开这个响赢 根本是一块一块砖头 哦 被调包了 那这不是笑话吗 这小子中计了 是 就是家里面有问题的 赶回来 父亲已经死了 他的父亲已经死了 然后 他们兄弟两个人 反目成熟 我们叫这个 这个 最亲近的人 反目成熟 同时抄哥 那个武器 是他父亲送给他们兄弟的 双剑 自己打自己 结果 同时抄哥 很彩 所以这三条线会交错 那么他的表妹 舍命来帮助他 他了解到了 原来表妹 才是他 他的理想的对象 这个表妹 因为掩护他 伤重而死 他呢 被俘虏 被抓住了 完全灰心了 诶 这个 纪文院厉害啊 他不要让他好好地死 他要他受其折磨而死 要把他送到个岛上面 送到岛上面 有老鹰 让老鹰 把他慢慢慢慢地 这样子吃光 吃光亮 送到那里去 鹰祸得福 那个老鹰的主人 就是我们第一线的 那个南侠 他是训练的 那么就在他的 一个支持之下 他来继承了他 继承了他 继练了老鹰的柏林 然后抱了他的血海深仇 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点尾声 这是第一线 第二线的那个 这个金线营医 和他的朋友 他们到了后来啊 也碰到了 这个 维化妇人的 所以对夫妇 那这个金线营医 对那个维化妇人 作明 因为他很美丽 也就有薄庸 来想尽办法 替他化妆了 训练他了 而且了解到 那个男的 他的生活习惯等等 统统统统统好了 这是生意 还是不太想 这假装有一点感冒 所以不太想 果然 就把那个 把他们的那个 这个金线营医 叫做头子 这个男主角 把他用暗器 打得重伤 打得死 活不成了 让这个 金线营医和维化妇人 结成一对 维化妇人居然 搞不清楚 居然让他想尽了 这个温柔相的这个夫妻 没有想到 他这个 维化妇人的丈夫 没死 居然逃出来了 没有死 逃出来 然后 进去很多人面前 叫出这个维化妇人的小名 而且还讲了一句 只有他们两夫妇 才了解的 归宗的密语 哎呀 糟了 不遗憾不妙 赶快下重手 用暗器杀死了他 因为维化妇人 之前知道了 就告诉这个金线营医 告诉他 哎呀 要小心了 要小心 恐怕他已经了解了 果然 维化妇人报仇啊 要来刺杀 金线营 他们两个就拼命抵抗 逃走 逃走了不放心 回头来看 那个维化妇人 很不错 因为 他正了解 他的老公死成他们受伤 自己又受骗 就自杀而死 含羞自杀 含羞自杀 嗯 大概 情节大概是如此 哇 所以三线故事 最后会交结在一起 三线错综 这听起来蛮好看的 可以拍电影 拍电影 老师有没有想象的人物 来谁拍 谁适合角色 不清楚 没有这样想象 老师你写武侠这么多年 你会不会想要幻想 有这样的一个武功招式 我不赞成这个 因为你看 这个像那个金庸 他是最有名的 但是金庸的武侠小时不错 气负很大 场面很大 而且是瞎死 了不起 但是像什么 降龙十八掌 乾坤道路 是什么玩意儿 完全是想象的 不行 我还是站在 王主如的那一套 他是凭自己的 这个机制 的勇气 当然还加点运气 没有这些 想象的东西 非常赞成这个 所以 金庆一一来说 只有一个训练 这个老一训练大业 这一点 其他没有 其他的想象的 武功是没有的 所以老师是务师派的 对不对 食物派的 人物派的 就不会去想象 一大堆奇奇怪怪的 高招这样子 当然 想象也了不起 像那个黄之楼主 那个想象 就是你的想不到的事情 大概也到此为止了 后来没有办法 突破他的前景 是 好老师 最后讲一下 你的近况好不好 最近后来有 我现在 已经最近很多年了 那么 也不上课了 就有一个电台 在讲这个 本来是讲这个文学 讲文学 古典文学差不多都讲完了 现在是讲近代文学 我有一本书 就是近代文学的名家作品 从鲁迅讲起 一路下来 现在讲的苏子清了 所以你就是比较没有在动笔 就是用讲的评论就对 讲文学 是是是评论 好谢谢杨老师 我们介绍你这个 出版的金建英语电子书 谢谢你 嘿嘿嘿